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61岁刘德华酒店视频曝光 高手都是持续性习惯 废人却是间歇性自律 近日 刘德华更新社交动态 晒出自己为上台做准备工作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 刘德华穿着宝款的棉袄和牛仔短裤 拿着话筒正在投入的练习唱歌 随后 刘德华还亲自挑选远处服装 细心的凉衣服尺寸 挑选好衣服之后 他还耐心的挑选皮带 领带和鞋子 可见每一个细微之处 刘德华都希望能够做到极致 给观众最好的体验 不少网友看后纷纷留言表示 都说细节见人品 男神这地位还能够如此的精益求精 难怪被那么多人爱了一辈子 刘德华身上一直有一个传说 初到三十多年 体重保持在六十三公斤 从未变过 虽不知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但是从外表来看 刘德华的好身材确实一直在现 几十年未变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一次采访中 刘德华就公开过自己的日常食谱 一日三餐都吃骨类的杂粮 原味乳酪和白煮鸡肉 这样的饮食结构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 今年九月二十七日 是刘德华六十一岁生日 有粉丝在祝福中称他是天王也是劳模 始终踏实敬业 这简洁的评价背后 是一个对自己几十年如一日 高标准言要求的刘德华 也为大家揭开了一个规律 高手都是持续性习惯 李小龙有一句励志的语录 不怕练一万种踢腿的人 就怕把一种踢腿动作练一万次的人 高手从来都是那些 可以坚持长期一致性的人 而不是打鸡鞋式的短期高强度 说到长期努力 我想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位艺人 张以兴 张以兴的微博名是 努力努力再努力 现实中的他到底有多努力呢 在练习生时代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17岁呀 一天练20多个小时 辛苦呀 打冬天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四年的练习生生涯 张以兴几乎都是这么度过的 在张以兴的自传 24而立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那是很多很多个在漆黑的夜里 一个人的日子 有时候练得泪趴在地板上 一抹地板 全是汗水 有时候一睁开眼睛 就发现天亮了 有时候半夜走在路上 周围的店面都关了 只有隐隐的霓虹灯亮着 从2009年 独自前往韩国当练习生 到2019年举办首场巡回演唱会 时间跨度刚好十年 这是张以兴追梦的十年 也是他如苦行僧般努力的十年 这场大航海巡回演唱会 当时火爆到一票难求 上海场8秒售清 南京场25秒抢光 重庆和北京场也分别在3分26秒和31秒之后结束售票 微博上张以兴2019大航海巡回演唱会话题的讨论量 超过了587.2万 阅读量高达23.6亿 登上微博热搜11次 越是优秀的人 越是懂得如何持续性的努力 他们知道 长期的忍耐和坚持 是为了更长久的美丽和成功 让自己变更好的人 张以兴就是这种人 自律可以是始终如意的练习一件事 也可以是保持精进的人生态度 不断涌盼人生的高峰 因为优秀也是一种习惯 和保持持续性自律习惯相对的 应该是间歇性自律了 时而热血沸腾 时而得过且过 顶多是三分钟热度 在我们的身边不断上演着这样的故事 看着短视频里别人是八块腹肌 傲人的身材 再看看镜子里自己不断凸起的小肚男 非常懊恼 于是暗暗下定决心 要健身 要早睡早起 要戒掉零食 甚至恨不得立马去健身房办卡请私教 然而 在晒了几天健身打卡的朋友圈之后 又回到之前的舒适区 继续做沙发土豆 刷具吃零食 或者我们心血来潮 吃巨资买了一大堆书 计划三个月之内看完 结果呢 一年之后一本书都没看完 还只是看了序言 多少人的励志都是这样 受到刺激之后 决心是发粉图强 狂虐自己几次 又富归平淡了 毕竟人性就是怕吃苦嘛 逆人性的事情 总是不那么舒服的 有一本书叫做 挑战一个俯我称 光是看书名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作者 斯蒂芬·盖斯 在写这本书之前 和大多数人一样 喜欢待在舒适圈里 害怕吃苦 逃避改变 他从高中开始 就一直想把锻炼 变成自己的习惯 每天锻炼三十分钟 也曾经付出过不少努力 只不过从长期来看 只是一段段 间歇性的努力 所以十年过去了 也没有练成 自己想要的身材 偶尔斗志燃起 就会坚持两周 但最终因为 各种原因都放弃了 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 就直接放弃 沮丧之后 他想 干脆不要求自己 都坚持三十分钟了 就每天做一个俯我称吧 于是呢 他趴在地上 做了一个俯我称 然后他觉得既然摆了这么标准的姿势 索性多做几个吧 做完之后觉得还有力气 于是他接着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 从那天起 他就开始使用相同的策略 每次设立一个并不吃力的小目标 然后视情况扩大这个目标 就这样 两年后的史蒂芬 终于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体格 他也把自己从间歇性自律 转变成了持续性自律的经历 写成了开头提到的那本书 所以 发现了吗 培养自己坚持好的微习惯 哪怕每天只做一个佛称 只看一页书 只写五十个字 只要每天都在做 就有效果 千万不要小看习惯的力量 做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无意识中 不用任何刻意的机械 久而久之 把看似难以完成的行为坚持下来 并随着自己的熟练程度不断的精进 间歇性自律并不可怕 关键是如何利用它形成点滴习惯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高度自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仔细看看下面的留言就会发现 大多是分享自己不自律的体验和经历 或者是身边的牛人们的自律事迹 关于自己亲身体验的自律寥寥无几 其中有一位忽悠未饶 就分享了自己之前极度不自律的表现 用他的话说就是 要想混日子简直是太简单了 但是沉沦之后 再想翻身却要抽筋拔皮 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过程 难道高度自律真的有这么难吗 其实人们都是通常对没有经历过的事 充满了为难情绪 真正坚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 自律一段时间之后 路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坦途 越发的得心应手 自律的层次越高 越会沉淀成一种习惯 正所谓 高手都是持续性的习惯 废人都是间隙性自律 自律就是一个点滴的积累 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就从脚下的这一步开始吧 慢慢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好了 本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